大家好,我是紀念阿維亞又跟大家見面了 這次我們來到的這個項目就是一個華林普羅門斯的別墅項目 我們可以看到它現在所對的一個項目那邊就是它的一個別墅區 那邊就是用桶的 可以看到它門口周邊的一個環境都非常之靈異 而且這裡的一個空氣質量和適量都非常之舒服 你看這個就是它現在的一個瘦瘦部 未來的話都會做一個會所的 那我們就先進去看看 我們現在看到的就是 華林普羅門斯成一個項目的一個花瓶 成一個項目的一個佔地 有十六萬不同公米 就包括洋董 高層的一個洋董有22棟 還有這邊的一個別墅區 總共有60棟的 別墅項目的話就是現在它們選擇的 那麼紅色的這些它就全部已經賣光了 那麼就買這邊的一些燈位 就算低幾百九十套左右 而且成一個項目我們可以看到 它的一個陸法呢 它非常之高 有8分之35的一個陸法 而且你可以看到它的一個位置 是背山墓河的 那麼這條河的話 它是中山的一個母親墓河 奇光河來的 它墓到整個河境 它剛才有一段樓盤的一個 周邊旺景的一個視頻 我們就可以墓到這條河的了 所以它這邊的一個空氣質量呢 是非常之舒服的 就比較適合那些人退休 或者過來這邊居住 然後過來這邊 看看這個 可以看到我們號碼的話 有多條那些高速線路 還有那些主供道的 那麼在我們項目這邊出發 過寮島反富鎮 這裡是一個高速出入鎮 那麼三分鐘的時間就可以到的了 那麼我們行這條 廣止洗線高速 30分鐘可以直達珠海市區 廣北港口的 那麼15分鐘我們就可以去到 中山的一個市區石棋區這裡 而且我們可以經這條 廣止洗線高速 直達廣州 而可以行這條105角度 直達廣州這邊的 還有我們可以行這條105角度 到時直播南外環 南外環快線到 深中通道 到時候經過深中通道 過去山陣那邊的話 只需要三十分鐘的一個時間 那麼我們都知道 深中通道的話 它是2024年建設通車的 那麼到時通了車之後呢 肯定會為中山大力巨大的一個利口 首先呢就是它樓價的一個升值 因為中山現在水位低 深陣那邊的話 關價都去到百到十萬一屏風 所以到時它的一個樓價呢 是有很大的一個升值空間的 還有呢 它看到這些黃色點的一個地方 還有這裡 這裡是它現在建設的一個大學的一個項目 還有這裡建設一個華潤木流配送中心 板符智能產業營 分成行政中心的 板符這邊它主要的一個產業營呢 現在就是主要做那些產業營啊 還有木流配送的 不過它的一個居住區 就在這一邊 那些產業區的話 就在這一邊它就翻開 不會說迫在一起的 那我們現在就去看看 這個示範燈位是怎樣的 我們現在來到的這邊呢 就是它一檔01燈位的一個護形 那這裡有它的一個護形圖 可以看一下 這一套燈位呢 它就是210升平方米的 特別要注意的是 就是它的有贈送麥 一個花眼的一個面積 有120平方米左右 而且它這邊呢 有個車庫在這裡的 可以給你放車的 那我們現在過去這邊 看一下它的一個花眼的一個面積先 這邊都是業主自己使用的 就這個是它 震送麥之一個花眼的一個面積 可以看到都非常迫力的 而且上面那個 那一塊空間都是震送的 可以看到 那我們現在就去上面參觀一下 那這邊呢 是大門口 這樣才我們看到的 你可以直接從這裡進去 也可以 或者走這個樓梯上去到2樓都可以的 那我們現在就在1樓這邊先進去參觀一下 進來的話 我們看到這個空間非常之寬落 到時的話 你可以在這裡建一個廳 放一個電視機 在這個地方都可以 作為一個大片的一個位置 非常之寬落 非常之舒服的 那我們現在上去2樓看看 看一看 空間的話 它一共加起來 就有四層的 空間呢 就非常之實用 這裡呢 可以看到是它的一個2樓 2樓的話 就沒有設置那些房間的 那這邊呢 就是它的一個大廳的一個位置 可以看到非常之寬落的 你可以看看這邊的一個面積 還有這邊 哇 真是沒有看到有這麼大面積的一個別墜的一個天腿 在這裡 在這裡的一個感覺都非常之舒服的 到時候如果有朋友過來的話 在這個位置 做一下燒烤 喝一下酒 真是不知道多舒服的 那這邊看看吧 那這邊的話 就是它的一個餐廳的一個位置 很足夠使用的 而且在餐廳同邊這裡 是一個獨立的一個廚房 這裡到時都有留著一個放石櫃的一個位置 給別人使用的 廚房它的一個設計 就是一個L20的一個設計 到時都可以這樣做 而且它有一個窗在這裡 到時候 它都有二樓 那個抽油圓機的一個打箱在那裡 這邊就是它二樓的一個洗手間 公用的一個洗手間 在外面這裡都還有一個樓 來的 這裏都有一個老頓 剛才我們就在下面那裏可以看到 到這邊上來的兩種風式 一個是行這個樓梯 在下面直接上來都可以的 而且整個項目來說 它每一層都有大麥老頓 而且你可以看到 這邊一個老頓 這邊一個老頓 是能不同的 所以非常之舒服 非常之舒適 那我們現在上去深樓看看 這邊就是它的新樓的一個位置 這個樓梯就直接了兩間房間 這裡它還是一間廳去使用的 有一個窗在這裏 它的一個通風取風會比較好些 在它的一個右走邊位置 這裡是它一間主用房間來的 你可以看到幾重之沛落 而且主用房旁邊這裏 它在廁所這個地方還遺留了一個位置 可以做到時候 可以做一個衣帽間在這裏 那這裏就是主用房的一個洗手間 設計得都非常覺醒的化 那我們現在可以看看另一間房間 每一間房間都是主用房間來的 看一種這麼低的一個松在這裏 空間都是這麼寬的 而且它可以看到這一間房間 哇 還有一個老頓在這裏 你看 又是一個這麼低的一個老頓在這裏 夢出去成一個風景 全部看完 而且又可以夢到那邊的一個山景 兩邊的一個老頓在這裏 被兩邊的一個老頓打開 又是一個臨不痛的一個護形 對空氣居用之對流的 那這一間護形呢 就和鵪鯨我們在這裏 一間的一個護形設計是一模一樣 就這裏做成一個衣帽間 這邊就是一個洗手間 那二樓這邊它就做了兩間房間 一個廳的一個設計 那我們現在去四樓看看 成一棟下來的話就有四層的 第一層去做一個斜庫和一個廳 第二層的話就是食廳、新廳、洗頭巾等等 三四層的話就是城堡都是那些房間來的 那這一間房間就超級大了 可以看到這一張這麼大的廳房間在這裏 兩邊的一個空間都非常窄 而且走到這邊過來 有一個超級大的一個衣帽間在那裏 其實這個衣帽間最整的一間房間在這裏 都完全沒有問題的了 而且同樣都有一個老頓在這個地方 所以每一層它都設置兩個老頓 就保證到它的一個通風取光度 和它的一個舒適感來的 這裏都有洗手間在這裏的 這個洗手間就比較老些 到時你都可以自己設置一個浴缸在這裏 這樣就拍得更加舒服的了 這整個空間就是它另一燈位的一個護形 走到這邊過來就舒服了 那邊的宮景全部夢了 這邊的宮景全部夢到 風又非常之大 好舒服 好 看一下這個地方 我們就參觀了它的一個示範單位 這邊我們可以看到是 成一個空夢的一個女人景 可以看到它的一個綠環都非常之高 至於是在這裏的人 都會覺得非常之舒服 好 那我們本期的一個視頻就到這裏結束了 那謝謝大家 我們下一期再見 拜拜 嗯 我們在這裏結束了 我們在這裏結束的內裏 我們這裏結束了 一種的包吻 一隻眼 我們在這裏結束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